紐約外國僑領大罵中領館總領事 中共2027年可能侵略台灣的時間表在倒數時 眼看外資不上歐 中南海急了 加拿大跟進 美國開始調查中國製造的起重機 蕭美琴訪問節客 中共抗議 吳超市說我們做對了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阮儀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21日 星期四 在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錄音 這是來自Kelly女士的錄音 她表達了對我們推薦的三高代謝寶的感激之情 讓我們來聽一下Kelly說了些什麼 我好喜歡我叫每個人都要買 這個東西實在太好 我怕它斷貨 我本來訂了6瓶 效果很好 就買了24瓶 希望之真 我真的謝謝謝謝 她真的救了我一個命 我糖尿病很久 吃這個藥以後 我的那個小病變成很輕瘦 還有我的投音也沒有 希望之真 我真的謝謝謝謝你 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錢 我就幫助 會先款給你們的 更多信息請訪問健康520網站 我們期待帶給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 你可以撥打熱線電話 1-866-520-5201 3月18日 在法拉聖君浩大酒店舉辦的 美國福建同鄉會主席的連任就職典禮上 出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 自稱外國僑領的美國福建同鄉會名譽主席陳學端 站在台上 當眾大罵紐約中領館總領事王平 說她是傀儡 貪官 絕對有機會入監獄等等 還要求媒體將她的話傳播出去 而她的話在現場也獲得熱烈響應 台上台下都拍手叫好 這段短片被公開放到了YouTube上 還配有中文、英文和韓語三種語言的字幕 在短片中可以看到陳學端在台上 對著下面的人大聲說 劉愛華主席現在被人打壓 被誰打壓呢?被中領館打壓 王平這個總領事是傀儡的總領事 她在位的時候都是高高在上 王平絕對有這個機會到監獄的時候才叫抱著哭 她多次強調王平一直在打壓他們 還說王平現在是跟紐約詐騙的首領捆綁在一起 還要求明天所有的新聞幫她傳播出去 讓大家知道王平是什麼人 福建同鄉會一向被認為是親共僑團 受中領館的控制 但現在突然出現驚人的反轉 而且出現這一幕的時候 台上台下都非常贊同 掌聲熱烈、大聲叫好 有一位住在唐人街的福建人士陳先生 看了短片之後說 反了、反了、真是大塊人心 這件事震驚全世界 福建的鄉親應該出來一起賭過 是結束中領館控制海外僑團 令他們充當中共間諜的時候了 據了解 美國同鄉會有兩個主席 王平支持的主席叫陳恒 而陳學端則支持劉愛華主席 兩個人以見不合 在當日舉辦的就職典禮上 王平沒有出現 陳先生還披露說 中領館每次利用這批僑領 出錢出力 在美國攻擊法輪功 政治庇護造假、滲透美國 殘害真正應該得到政治庇護的人 有獲得政治庇護的人來扮護照的時候 要求他們寫所謂的悔過書 承認政治庇護是假的 是為了扮身份而欺騙美國政府的 他們在中國沒有受到迫害 這樣才發護照給他們 如果不寫悔過書 這個人就扮不了護照 一位網友看到短片之後表示 這個短片大快人心 說明中共窮途末路、棄素已盡 連親共僑團都開始賭過了 相信未來中共內部 將出現更多賭過的事件 人人都起來做共產黨的犯 據彭博社20日報導 一名美國海軍高級將領證實 中共正在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從未有過的規模 建設其軍事和核武器庫 而且所有跡象表明 中共正在堅持其野心 準備在2027年前侵略台灣 專家呼籲台灣軍方 要面對自己最終可能必須 與中共一戰的現實 認真構建台灣急迫需要的 不對稱防衛能力 據美國之音20日報導 隨著賴清德即將於5月上任 觀察人士大多數預期 北京還會不斷增加施壓力度 3月15日和16日 四艘中國海警船 組成艦艇編隊 連續兩天進入金門禁限制水域 在停留大約1小時後離去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安全研究中心 中共副主任亨澤克表示 台灣已經有能力來對抗灰色地帶活動 中共沒有真正的辦法 能夠以灰色地帶行動 來達到它的政治目標 台灣必須做的就是 為最差情況做好準備 但台灣人更關心的是 與他們日常生活有關的事情 對台灣政治領導人來說 由於一般大眾對中共軍事威脅問題 不是那麼感興趣 迫使軍方做出改變 與要付出的政治代價 就顯得不是那麼值得 台灣需要的不對稱武器是 大量廉價、機動以及致命性的武器 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郭默斯也曾經表示 台灣必須思考 即使是美國會介入台海衝突的情況下 台灣依然必須獨自作戰一段時間 台灣在防衛上的缺陷 包括國防開支 在政府開支 與GDP的佔比不足 在不對稱防衛上的做法 以及人員及訓練嚴重不足等 都是必須克服的問題 建議美國盡快交付 積欠台灣的190億美元武器 落實國防授權法中 關於對台軍受援助的項目 擴大美國對台灣部隊的訓練 台灣正面臨著大維森窗口 傳統基金會國家安全中心 高級研究員格林提到 時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大維森 2021年表示 中共軍隊可能在2027年具備攻擊台灣的能力 在戰爭開始的初期 台灣必須靠自己抵擋中共的攻勢 因此美國必須加快武裝台灣 如何在2027年前增強台灣的阻壓能力 是眼前非常急迫的要務 根據中央社報導 20日美國空軍發言人首度指出 台灣購買的四架空中衛士 以及兩套地面控制系統 將分兩批交貨 分別於2026年和2027年 空中衛士能即時提供收集的情報 具有監視和偵查功能 並且能幫助定位目標 可適用於對抗陸地、海上和潛艇的安全威脅 將有助台灣提升自我防衛能力 20日智庫卡托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葛梅茨指出 台灣購買的無論是小空中衛士或海上衛士 MQ-9B無人機能長時間飛行 並且在相對較高的高度操作 因此非常適合進行廣域 並且持久的情報監視和偵察 和平時期 將MQ-9B無人機用於空中或海上偵察 這樣將有助減輕軍方 仰賴戰鬥機監視 應對中共在台灣周邊活動 侵入台灣防空識別區的負擔 也將增加台灣軍方操作無人機的經驗 強化根據成本效益的不對稱作戰能力 卡托研究所防務與外交政策研究主任羅根說 台灣是否認為威脅是真實的 是緊迫的 大遺心窗口這個時間中正很快滴答作響 正大國際關係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認為 台灣應該將所有資源和力量 放在兩岸終須一戰這個底線思維 台灣準備的不夠充分 台灣的準備要有三個層次 一個就是要有強而有力的戰略嚇阻 第二個要有終極決戰的戰術上的準備 最後要聯合全世界所有友好幫助台灣的國家 令到他們充分地去認知到台灣危機 對他們乃至於全世界的影響 令台灣有難的時候 能夠造成全球營救的這樣一個效應 根據防務新聞網站20日報導 上星期日 美國空軍B-52H轟炸機 從關島的安德森基地起飛 然後向東飛越4,000公里 發射一枚完整的AGM-183A高超音速導彈 擊中位於馬兆爾群島的雷根試驗場 這次美軍試射高超音速導彈 都是對中共等假想敵 發出一次跨太平洋的示威信號 另外,美軍最大的潛艇 俄亥俄級核潛艇 也是火力等級最高的潛艇 預計將在2029年退役 每艘俄亥俄級的排水量是18,000噸 在噸位上居於第三 該潛艇上有24個發射導彈井 可以裝備有24枚三叉擊潛射彈道飛彈 每枚三叉擊最多可以裝14個核彈頭 每個核彈頭爆炸當量10萬噸 加起來就是336個核彈頭 相當於二戰所有炸彈爆炸量的6.7倍 3月,多位美國兩黨參議員還提出法案 要求一旦中共已經對台灣發動武裝攻擊之後的30日內取消美中稅收協定 根據《法新社》20日報導指出 歐盟商會的一份報告說 由於商業環境日益政治化 在華歐洲企業面臨壓力 而歐盟制出制裁和貿易調查等一系列強硬措施之後 中共放軟姿態希望收復近年來和歐洲趨於緊張的關係 分析指出北京難以獲得歐洲信任 代表在中國的1,700多家歐洲公司的歐盟商會指出 其中超過一半的商業環境比去年更加政治化 76%的歐洲企業在過去兩年中 重新審視他們在中國的業務並且尋求供應鏈多元化 研究顯示 只有12%的公司決定在中國以外創建一個完整的替代方案 而其中只有1%的公司選擇永久離開中國市場 歐盟商會的立場與美國脫歐概念形成鮮明對比 美國目的是在經濟上孤立中共 甚至切斷和中共的所有商業聯繫 歐盟將中國視為合作夥伴和競爭對手 但中共對歐盟這個立場並不高興 中共外長王毅說 就好像一輛車停在十字路口 紅燈、黃燈、綠燈都著了 你應該遵循哪一個燈的信號呢? 美國之音報導說 中共近幾個星期 啟動了修復和歐盟關係的新措施 包括在3月上旬 派遣他的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 前往歐洲進行穿梭外交之旅 呼籲應優先考慮雙方的共同利益 而不是分歧 之前王毅在2月中旬接連訪問法國、德國和西班牙 波蘭國際事務研究所副主任 中共議題專家斯麗娜說 中共試圖穩定與歐盟的關係 北京方面意識到 歐盟對他們具有槓桿影響力 北京還試圖透過向6個歐洲國家 提供免簽證旅行等措施 來緩解與歐洲國家的緊張關係 但部分專家表示 這項策略的收效有限 關鍵分歧仍然存在 而在北京重新展開外交攻勢的過程中 歐盟則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部分專家認為 這顯示 歐盟對其與中共的貿易關係 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 比如 歐盟從7日起 對從中共入口的電動車 實施海關登記 未來可能徵收關稅 另外 歐盟正準備通過《反強迫勞動法》 禁止從中國新疆地區入口產品 因為維吾爾族遭受到人權侵犯和強迫勞動 道立評論員蔡神坤分析說 眼看外資不上勾 中共國務院逼不得已 又泡出 扎實推進高水平 對外開放更大力度 吸引和利用外資行動方案 但在20日 香港強行通過的23條立法 對所有外資來說 又是當頭一棒 這是香港繼《國安法》之後 有一把圓在外資、外商頭上的利劍 中共國內有反間諜法 有剛剛修訂的保密法 經歷過封城、捉間諜、仇外、排外封潮 驚雲未定的外商 真會捲土重來嗎? 最近我們報導了 美國披露出中國製造的港口起衝機 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近期 加拿大政府也開始關注這個議題 並且積極展開了行動 在14日 加拿大不列甸哥倫比亞省省長尹大衛表示 他已經向溫哥華非沙港務局負責人 提出了對中國製造的起衝機的憂慮 而且港口方面已經正在與聯邦政府合作 解決這個問題 2月21日 美國總統拜登首先提出了 美國要用本土製造的起衝機 取代中國製造的起衝機的計劃 之後加拿大也開始行動 據了解 加拿大交通部等機構 未來將與其他單位合作 減少加拿大海上運輸系統的潛在威脅 甚至很多加拿大議員呼籲 應該對中國製造的起衝機 進行更深入調查 對此 溫哥華非沙港務局的租任公司GCT表示 他們所使用的起衝機 在到達碼頭前後 都經過了嚴格的評估和測試 使用的都是來自瑞典和北美的軟體 而並非中國 專家分析說 加拿大的做法雖然與美國 在對華政策上的步調保持一致 但具體的行動中需要進一步觀察 而隨著美國在對華政策上持續強硬 加拿大可能會跟隨美國的步伐 繼續加強對中國製造的起衝機的關注 3月19日 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 公布與中華民國副總統當選人蕭美琴的合照 令中共再次抗議 20日 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吳超雪表示 中共在各式各樣的議題都會抗議 有些美國有人甚至說 如果中共生氣 就好像我們做對了 蕭美琴與總統當選人賴清德 將於5月20日宣誓就職 蕭美琴近日以個人身份低調訪問美國之後 前往歐洲 維特齊在社群媒體公布與蕭美琴的合照 對此 20日中共國台辦表示 敦促捷克慎重妥善處理台灣問題 不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 隨後 吳超雪對媒體表示 中共的這種抗議是無效的 蕭美琴是受到歐洲的一些自負邀請前去演講 也順便到歐洲看一些有人 很多人都會覺得 中共國在各式各樣的議題都會不斷抗議 好像中共不抗議就有點不正常 目前蕭美琴在她就職前還有一定的自由度 在她正式就任前 如果又有人邀請她訪問 外交部也會做好相關的安排 同時 吳超雪在立法院報告時說 全球地緣政治衝突風險不斷 尤其威權主義持續擴張 中共變本加利對台灣打壓 外交部推動對外工作因而面臨更多變數 外交部仍然持續深化與擴大與理念相近民主夥伴的合作 並努力拓展外交空間 一步一腳印實踐踏實外交理念 令台灣不僅成為國際關鍵字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更是國際共識 美國、日本、歐洲等民主夥伴挺台灣的力度大增 這節新聞就跟大家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的語語內容 歡迎轉發 你的轉發就是對我們的最大支持 再見 再見 日文 昨天 我們要走 去 我們可以講解一下 你們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